今儿跟大家聊聊我对Rose Bay的一些见解 这个区域的名字还是很响的 大马路上拉个人 他可能不知道Dober Heights 甚至不知道Bill Vio 甚至甚至不知道Voculus 但是他一定听说过Rose Bay 然后脑子里一下就知道在东边 在我心目中呢 我觉得Rose Bay分为三片吧 第一片是左边这一片 总结下来就是地比较平 然后能比较快速的走到水边的 第二片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好街 潮汐基本都是无敌的水井大桥井的 然后第三片呢就是Old South Head Road 这附近的两边的房子 这里边掺杂了一些公寓 偶尔一些街的某些部位 会有一些无敌井的 价格和整个街是有一定差距的 那就先从便宜往柜聊吧 先聊聊Old South Head Road附近 以Harris Farm为中心的一个商圈 总体面积来说平均比较偏小 一些会掺杂一些apartment 如果不带井的话 现在新点的接近三万一瓶 带大桥无敌井的呢五万六万 那这一片的别墅呢 算是这个Rose Bay的入门级吧 第二片就是Pan Bilby Hill这边 从西边开始算 这Barris Fevered 这个Salsbury啊Balfour啊 然后Kent Road 还有Newcastle Road 这附近是一小片啊 都是一种步行能扬地平能走到水边的 就是大家发现带水井呢 现在价格越来越离谱之后 哎 我这个几分钟扬平地能走到水边的 现在这种的价值也在不断的提升 那Kent Road Collection的公寓 在Kent Road已经卖到四万多一瓶 然后Barris Fevered 最近一些就是盖的中规中矩的吧 但干净新一点的House 六七百平 也能卖到一千二三百万 包括这二号Barris Fevered 八百八二三平米的大地 19年八百多万买的 现在这地估计值个一千二十左右 它盖用的也是很好的设计师 Emissioned Union 盖完了估计也七八百最少 这房子也都破两千了 所以这边现在也是慢慢要起来 而且这边也比较便利 你这个走到水边可能三四分钟 然后走到Plumer Road这边的这些商圈 也是三四分钟 走到那个新的Boat House 包括三部去Lim Park什么的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lifestyle 然后第三片我觉得分为两个级别吧 第一级的Dumarisk 然后Tivoli Avenue 然后Baby Road的这个头 这块这几套房子 基本都是无敌景的 而且就上市很少很少的 最近这两年有印象的 也就是12号Tivoli Avenue 这个股票大横Brand Pots 卖的这个4500万 它这个D巨大1290平 还有一个20A 20年年底卖的 3400万是700多的D 然后比较新的房子 基本也是这边的 以后的一个标价吧 你现在这块买无地水井的D 你接近2000万左右了 然后你盖的话 怎么也得8001000的 所以以后这边的这种水井的 全新的一线设计师 一线Builder的就是基本3000多起 国四千应该也是很正常的 你像这个19号Baby Hill Road 18年就买到4000多万的 这种的现在就是说多少钱 就多少钱了 后来直接就进了那Hermitage Walk 很爽 有几套这种比较大比较好的 这个一线水边 这朝西边这边 唯一差点意思 就是Colins Avenue 这条街的门口沙滩 其实挺好的 我以前关注过一蘑菇房 才卖了800多我当时还好奇为什么 那主要两个原因 这Colins Avenue后街 它是对的是这些餐馆的后门 垃圾桶 这个食物垃圾什么比较多 然后前面这个Beach 也是有污水排放的 而且是唯一几个允许狗 在上面玩的 前两天的新闻上也说了 是东区几个水质的 各方面不太好的 现在就是出现了一情况 因为整体下 价格上涨的时候 你不管以前 New South Bay Road也很便宜 包括这条街也便宜 也全上去了 只要无地景的 你有点缺点 现在也能包容 也很吃香 所以它既然全上去了 我个人建议 就是New South Bay 然后包括这Colins就少看 因为没差多少钱的话 还是买那几条比较好的 传统街更好 然后第二梯队的 就是像这个 我前两天采访里 大家都提到的 Chamberlain Avenue 然后还有这Rawson Road 包括这树子的 这两个头这块的 Church Hill 还有Fernley Garden这边 有不少狠房 先说Rawson吧 Rawson这条街 套数不多 这Off Market有一个5号 也是一推倒重建的 地也不大 现在已经被交到 1600多万了 然后业主还没同意 那这些房子盖完了 也是基本 2500 3000去了 然后Chamberlain Avenue Chamberlain Avenue 基本是以这个30号 左右作为一个界限 30号以前的这些数字 没什么景 比30号数大的 景比较好 所以30号以上的 这些数字的比较值钱 你想这41号Chamberlain 在这波涨价之前 2020年6月份 已经卖到1800 这两天刚试 试了一套 45号 然后现在Guard也要2200 所以这边好的房子 是基本奔三区的 如果盖的很好 然后包括Fernley Gardens 这边 2号在17年时候 已经卖到了1900万 那边景也非常不错 但这种都是属于 很小的Pocket 就这么几套 所以Rose Bay在我心目中 整体来说是一乘上起下的 比标VQ稍微远一点点 但是它景色会更好一些 它Beeful Clues又近一些 但Beeful Clues平均地又小了点 总结下来 我觉得Rose Bay是东区人民 不管是想要景色 还是想要距离的 都能接受的一个区 而且这些无敌景的房子 也是非常稀缺的 而且三个算是小商圈吧 买东西 包括去公园 水边溜弯 包括两个高尔夫球场 也是非常便利的 是一个我觉得 比较全能的一个区吧 发 Golf n 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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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人